各位,這則消息我已經留了大段時間 發表的時候已經是今年月份,現在已經三月了 留了很長時間,說什麼呢? 很多時候我們人們說大家一攜手一頭一白頭 這裡說的是在荷蘭的一個前,不知前多久,前前前前的首相 已經93歲了,跟太太,我雙雙不同年 但他們是同日死,手牽手,一起用安樂死 大家一起死,前前前前的荷蘭首相 當時是1977年至1982年之間執政了 執政了五年,這裡就說他們兩個 因為已經有病了,所以他們就決定在一起用安樂死 他們都是93歲,同年起碼都打得93歲 是否同日生,未必是 然後他們就一起,然後他們將會在一個私人的葬禮上一起撞 可以手牽手和自己愛妻一起離開人世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好事,不要當是惡事,是一個好事 我自己本身也是贊成,有需要事可以安樂死 死亡其實人人都會的,也不用太害怕 只是怕臨死之前身體很痛苦,也不是好事 如果大家覺得生活夠了 也都因為惡病前身和愛人一起 我覺得這對前荷蘭首相夫妻一起,攜手一起離開人間